大家好,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的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震別師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來自阿來西亞的大馬Sir 各位網友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希望你留下建設性的留言 這次我們討論玩具巨頭 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都聽過《鞋子寶》 美國著名的玩具公司 原來六年前 美國著名玩具公司《鞋子寶》 與EQUIS接觸 這是另一個大的生產商 希望 簽訂分包的合同 路透社也說 現在一些全球的玩具生產商 因為中國的勞動力 不斷上升 原材料成本也上升 他們當然也有人是地緣政治的 這個也不奇怪 大家都有打算 但是 他們發現了 原來要從大紀元的稅同一篇文章 說不說 如果你看完就覺得那些人心與勝負 但其實他們有講代價 什麼都有代價 當然他們計算過數 覺得 這個代價 計算數 好像將來有得賺 將來 現在不知道 原來 他們就是想 將成本 更高的 現在中國更加高 轉到成本更低的地方 很正常 印度 墨西哥 以及其他的地方 但是 他們也跟路透社說 並非意思 究竟 他們最大的痛是甚麼 之前 其實有些iPhone的代工廠都說過 不通就是良率 也是 工作效率 OK 這個也是 良率 工作效率 以及其實三樣東西 我們都說過 就是基建 他們也說 印度 沒有中國這樣的港口設施 也沒有中國這樣的道路設施 印度內用品和 以及空航天供應商 Equius 主管在採訪中 他承認 在工作效率上 印度和其他國家 暫時是沒有辦法跟中國相比 但是他贏在甚麼就是人工 現在他計算數 其實如果這樣能賺 雙人無祖國 搬去其他地方 也是不出奇的 真心說 是的 原來 他叫做 黑格德 當時 他們就說 如果Equius 可以投入玩具製造領域 他們願意 其實也不是很大的數字 你知道嗎 只有幾百萬美金 當然這個大紀元 糟糕了 糟糕了 當然 不單是幾百萬幾億的 也有轉 他計算數 走就走 也是這樣 中國也騰龍換鳥 當然 是不是有困難呢 剛剛 李強也到了 瑞士 達沃斯論壇 中國去年有5.2%的經濟增長 當然 新潰說是真還是假 是真還是假 如果真是假得很交關的話 應該你就會大落大股 你說 會不會跟他說的有些出入 每個人計算不一樣 每個國家計算不一樣 當然 他說是假的 我就當是假 我就當是假 就當你是 小 5.2% 我當0.52% 十分之一 這也是比歐盟 經濟第一大國 德國好 德國是衰退0.3% 是嗎 其實這個世界 我們都說過 個個都是困難的 個個都是困難的 我們真心說 我們 你看我們的東西多貴 是嗎 大家 各有苦楚 各有苦楚 去哪裏都一樣 移民去哪裏都一樣 是嗎 當然你們經常說 為了小弟哥 OK 我就當你是 但是還是要看一看 小弟哥是否真的願意 想看看 他很難 那些小弟哥 如果年紀太小 他很難回答得到你的 他回答不到你的 開口說我為了你好 你問問 誰的小弟哥 楊仙曉 楊二小弟哥 爸爸媽媽幫你說這個名字 他怎麼知道 真心說 當然 你也有權利 你父母 但是 你經常說為他好 為甚麼好 其實 真心說 是不是他們的意願 沒有人知道 這位廠商的主管 他就說 我們可以回答的只會是 只會能夠在未來幾年內獲得最少一億的業務 是幾年 我們一定會對峙投資 現在 AQUIS在印度的 貝爾高姆市兩座廠房都很大 有35萬 平方英尺 都很厲害 很厲害 就是 在這個鞋子堡 和 Spin Master 等等的國際著名玩具生產商 做了幾十種玩具 但是 黑格德和諸多的生產商都承認 這是他的原話 印度和其他國家的效率暫時和中國比 是不可以的 這樣也限制了企業向低成本的 製造基地轉移 如果效率要高 可能你的成本都會高一點 這個世界上沒有 又要賣而不吃草 又要賣而吃得快 黑格德說 我們印度 沒有中國這樣的港口建設 我們也沒有中國這樣的鐵路和高速港路 不過我葉莫迪不是這樣說 其實葉界當然不是莫迪 莫迪什麼都說得很大 我都去過中國 在過去三十年 一直他們都搞幾件 他們的效率衰拼給我們稿 因為他們幾件 他們運貨都比較快 我們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因工比較便宜 其實他所說的就是大部分的外資廠 真心說 他沒有錯 我們經常都說 你又說到搬什麼搬什麼 是的 事實上現在對中國的投資少了 你不要忘記這件事 其實他投資少了 但是 全世界都差不多 有些地方好一些 有些地方差一些 這是很正常的 是吧 也是那句 美國不會賭中國 也不會賭 不會因為你的政治意識形態 你不喜歡老共 其實這個 台灣地區都說了幾十年 49年 國民黨過去見證 是吧 那麼有沒有賭 沒有 沒有 當然你說 台灣這個地方是不是很特別 也是的 因為這個地方很麻煩 康熙大帝曾經說過台灣 是這個大陸的界線之地 很麻煩這個地方 它在你的腳跟 如果它搞搞陣的話 其實也不是那麼舒服 說回印度 印度他們也承認是基建不足 這個我們說過很多次 馬斯克也停一停想一想 另外一間 是兒童玩具和娛樂產品的巨頭 MGA娛樂 MGA Entertainment 其實他們也發現 原來 沒有像中國那樣完整的現代化基建 都是很困難 這個也是他們在印度和越南 他們說的 他們很聰明 也不想得罪中國 多樣化採購時遇到的一個障礙 這間公司就憑借 LOL 這個驚喜賊賊球 還有 這個是 其他的一些玩具 是風 風波全球 原來 這個MGA的CEO 他們也承認 Larian 也說 印度 問題是實際上 即使 是從一個幫到另一個幫 其實都差不多 因為他們太多規定 這個是莫力都改不了 為什麼因為他們靠那些幫的人 是推他們的 即是推實他們的政權 我意思是 不過他也說 這些國家 其實他們 是有些好東西 就是 他們現在也在投入基建 不過有些慢 你說基建快 實際上中國應該是很少國家可以給你 味道 這是事實 你說人家是大白象 沒錯 這個 是不是 大白象 其實 如果你說效率 可能印度也是大白象 如果按照你的邏輯 當然你不會這樣說 原來美國標準普爾 在全球 市場情報公司 他們也有數據 就說去年前七個月 中國在中國大陸生產的玩具 即是說到那麼大 你看到老超那些說 走光了 原來 仍然是佔歐美 銷售量的79% 即是還有八成 還有八成 在過去五年 因為他們一說印度 他們就捧得很高 原來 都是在五年 你記住 過去五年 當然 尤其是過去三年 其實 西方是大量說 投資印度 印度 都是佔歐美 玩具進口的1% 不說數字 我真的以為 起碼都 簽了一半 因為他們說得很大 因為 以前我看到 他們好像東莞 簽走了一些廠 其實現在東莞搞其他東西 簽了一些 哇 全部都倒閉了 全部都倒閉了 整個國家貪淡了 因為他們還在清零政策 在兩年前 貪淡了 有沒有呢 有沒有貪淡呢 我相信中國是有困難 但是未說到 有貪淡那麼大 另外 這個標準譜以全球 情報公司 看看 原來他們的分析師 Chris Rogers 羅渣士說 從中國大陸 轉移到其他國家 是不是很容易 政客每個都說容易 不計成本 是嗎 馮德羅欣說的 歐盟會主席說 你問這個問題 你倒過來想 你要在中國建立 要用多少時間 你要離開最少都用回一樣 甚至更多 就算我當現在 大家進步了 中國用了30年時間左右 印度我當你15年 但也進步了幾年 是嗎 大家關係差 這五六年的事情 你還進步了三分之一 是嗎 當然 原來這位大哥 是不是這麼容易遷 當然不是 玩具市場是如此 其他市場 也是如此 這個世界很複雜的 因為玩具具有季節性 你需要 要求合作夥伴 一年大部份時間 都是守住 這個是複存 玩具 的製造商還必須要安全 採購 確保工人 待遇方面加倍嚴格 因為現在 很多組織 壓力團體比這些玩具商很大 印度會不會好一點 這方面 我覺得以後 是一樣 一樣 如果 遷得越多 其實那些壓力團體 人權組織 工人權益組織 肯定都會是這樣的 一樣 就是全民 工人本身已經是壓力團體 有什麼不妥當 待遇方面有什麼問題 立刻就做給你看 你看 之前 偉創 暴動 大佬 領了東西 所以他賣了一條線給塔塔 其實他很棒 他覺得管不了 不如去其他越南 還好 原來 他舉了一個例子 例如 準備在秋季 銷售的玩具 從五月份開始生產 之後就進入儲存 和運輸的環節 這些東西 其實中國整套東西 是相當成熟的 另外之前我們也說過這篇文章 《日經》也說過 越南工廠其實早前都是低迷的 也顯示了從中國遷出的局限性 其實全球 越南也是 中國經濟很差 外貿很差 很嚴重 中國還有內需 它壞極有14億人 越南剛剛過了1億人 但是越南因為它 嚴重依賴於外來 這是很正常的 因為它現在整個體系都為了外貿去做 你看到 它也面臨10年來最嚴重的工廠低迷 同時官僚主義還有一件事 所以越南怎會跟中國關大價很差 老少,你說什麼 田電 它的電 有幫大陸賣的 難聽點說 如果它 真的可以 如果衰格一點 當然我覺得它不會這樣做 不會 拉你電閘 其實 你就不會停 但是你也很麻煩 之前三星的廠就停過了 因為不夠電 是不是 其實供應鏈也是從中國外遷到東南的國家 但是它的中間產品也來自中國 近境而來由於人力 資本 成本不斷上升 其實低端的製造業真真正正 是的確從中國大陸遷到其他國家 最多就是越南 柬埔寨、印度、魯窩、遼國 這些東南亞國家 日經也承認中國製造業仍具有一定優勢 短期內基本上是沒有辦法取代的 我們經常說 是這樣的 就像我現在的這把風扇 用了兩百多元加上運費 在比利時過來的結果是做到深圳的 深圳的 很慘痛的經驗 他還兜了幾圈 比利時值去德國 歐洲火 我打算好一點兩百多元 但是運費很貴 你看一看 上次我都靈了你的東西 上次我錄金音的麥克風 都是真BC 我托真BC在澳洲買的 這個運費很貴 我們看看產業的轉變是一個自然過程 對中國周邊國家來說都是一項利好 這是現實 東盟、印度 還有其他發展中國家 將會與中國的產業 尤其是製造業更加緊密 未來10至20年 其實西方都覺得 起碼中國仍是世界工廠 仍然是主要的世界製造業的中心 但是 之後就不知道 但是短期內 老超10年前都說印度 不知他能否看到那天 對不起 不知能否看到那天 好,這次節目時間來到 多謝各位再見 請